各位同學、各位網路學員大家好 我是台北科技大學機械系,我叫許東亞 那我們這一門課工業電子學 我們接下來開始要講第四章電力控制 電力控制就是功率控制 為什麼需要功率控制呢?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這一章有幾個重點要講 第一個我們會告訴你什麼叫做電力控制 電力控制的回路是什麼 第二個我們講的是電力控制之後 我們會教什麼叫做達林頓回路 第三個我們會教馬達的正反轉及它的應用 因為在我們控制裡面 馬達的正反轉及馬達的控制它非常的重要 再來第四個我們電晶體它會有一個消費功率的問題 如果電晶體不小心就會燒掉 所以我們在4.4的時候會介紹電晶體的消耗功率的計算 然後最後一個我們會有一個實作的電路給大家看 好 那什麼叫做功率控制 了解電力控制的一些過程它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以前都已經有教過前幾章已經有教過 電子控制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感測器 電壓放大然後功率控制再到負載 所以他們電子系的或是他們電機系的 或是各位學員你如果在外面看的話 他們都分得很清楚 他們什麼叫做訊號員什麼叫做電力員 他們分得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電子控制基本上我們就是感測 然後電壓要放大 經過這個電壓放大之後我們就可以功率控制 然後就可以跟負載相接 那為什麼需要電力控制呢 那我們前一章已經有講過了 我們可以利用電晶體就像這個橘色的這個圖面一樣 這個叫電壓征服回路 利用這個電晶體將電壓把它放大 那可不可以直接輸出加負載 所以我把它加一個馬達會怎麼樣呢 就像土這樣子 經過電壓放大電路輸出 那直接加負載 它會產生什麼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負載的電流流過電阻RC的時候 它會造成Vout會隨著IC改變 然後IC改變的時候它就會很不穩定 所以它就會IC、RC的關係而改變 所以當如果電流IL 就是我們流過負載的電流IL 0.2mA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如果說它只有0.2mA 我們上面用10k的話 它的輸出的壓降就會降2V左右 降2V左右 好,那其實如果再大一點的時候 電流就不太會流動 也就是說我們輸出端直接接負載的時候 它輸出的電壓會下降 而得不到正常的電壓的放大倍率 那我們從這個圖就知道 其實我們電壓正乎回路就只是電壓正乎而已 我們不能拿來直接將負載接在一起 這樣的話它是沒有辦法驅動的 那如果各位同學有時間的話 可以做這個實驗就知道 你可以將RC這一段直接接馬達 看馬達會不會動 基本上馬達應該是不會動 應該不會動作 應該不會動作才是正確的 那你如果流很小很小非常小的電流 當然沒什麼問題 那你如果像我們流這麼大的電流 像一般的四驅車的馬達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動的 所以你這個叫做電壓正乎回路 你不可以直接跟負載接在一起 那也就是我們剛才一直在講的 他們電機系、電子系 或是做電控制的人 他們一定分得很清楚 訊號員是訊號員 電力員是電力員 如果各位同學以後在做自動控制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訊號跟電力它是不一樣的 它是不一樣的 要分開 要分開 那電力控制的過程是什麼呢 基本上我們從這個橘色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如果將負載接在一端 其實它就是電力控制回路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像土這樣子 我們將負載接在一端 的話 它就是直接利用輸入的電壓值 有沒有看到輸入的電壓值 如果高低的話 就可以控制負載電流的大小 控制負載電流的大小 那其實為什麼可以這樣控制 我們如果不是接負載 我們把它換成一顆電阻值 R1的話 有看到嗎 我們這邊R1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有VR1的壓降 這邊的R1的壓降 那這個壓降怎麼來呢 非常的簡單 它是從輸入的電壓 VR1的壓降 就是將輸入的電壓 Vin的電壓 扣掉0.7就好了 扣掉0.7就好了 所以當β值很大的時候 我們β夠大的時候 我們I1又把它認為是IC值 所以就像土這樣子 我們這個R1 就是我們這邊 E端的電阻值的電壓 是被所謂的輸入的電壓決定 輸入的電壓越高 我們VR1的電壓就越高 那電流誰在提供呢 就是VCC在提供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大概就可以知道VCC在提供 其實我們再緩回來講 因為我們一直講過電晶體 就是跟我們的水龍頭是一樣 那水的大小 水在決定呢 各位如果去洗手的時候 水的大小應該是你在決定 那水誰提供呢 我們只要付錢 當然我們自來水公司 就提供給我們 所以也就是說 你輸入的電壓 就是你的決定電壓 電流的大小 那也是決定 VR1的電壓的大小 那電流誰提供 也就是從VCC來提供 這樣各位應該非常的清楚 各位應該非常的清楚 所以如果電晶體 接在E級的負載的時候 如果我們改變輸入這個電壓值 這個電壓值 這個電壓值改變的時候 我們這個VR1的電壓值 這邊的壓降就會改變了 這邊壓降改變的時候 因為VV跟E的壓降 它是大概0.7左右 我們就可以把它扣掉 就知道負載的電壓 那負載的電流誰提供 我們剛才有講過了 就是從VCC來提供 所以我們IV的電流值 其實它需要的電流值很小 需要的電流值很小 所以基本上它的所謂的電力控制 就是將負載接在E級就好了 將負載接在E級 那我的電流的大小誰在決定 就是輸入的電壓源在決定 那我的電流IE就是由VCC來提供 這個就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這樣的回路 簡單的叫做 所謂的電力控制回路 也叫做功率控制回路 好 那在這一章 我們有教電力控制的一些基本概念 給各位知道 那也知道說 它要怎麼計算 那也初步了解功率的控制 我們只要將負載接在E級 就是所謂的電力控制 也就是功率控制回路之一 控制回路之一 那功率的電流的大小 就是負載電流的大小是誰在提供 我們剛才有講過 就是我們輸入電壓的這一端在提供 輸入的電壓這一端在提供 所以就可以知道 所以其實功率控制回路 就是將負載接在E級就可以了 將負載接在E級就可以了 在這一小節裡面 我們教過了電力控制的一些基本概念 也初步了解了電路控制 然後功率控制起始上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 只要將負載接在E級就可以了 那簡單的計算 我們在下一個小節會計算給大家看 希望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觀賞我們下一個小節 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